我想入股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漲多之後 它震盪的格局一定會加大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是確定的 那當然今天還在創一個所謂相對的新高 4866點 我指的是上陣指數 那它的震盪加劇 那當然就是說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你如果說是有想要 就是說中國政府想要打壓入股的一個情況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 其實也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說他們的資金本身也有做轉向 前幾波上漲的格局裡面 那當然就是說是跟所謂的 就所謂的一帶一路也好 或者是亞投行也好 或者是比較就是說是 這個投機的個股也好 可是近期已經進到蓝筹股在上漲了 也就是說它本身的資金 還是繞在股市裡面 只是呢越買就是買越穩健的個股 反而最近的蓝筹股反而漲的是最多 那所以說以這樣子的格局來看 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要 我就要問了 就是說當然就是說是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的資金面 絕對是未來可能還會寬鬆 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在6月 在6月10號這一天 入股MSCI的一個指數成分會不會被納入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似乎認為應該這一次還不會被納入 如果納入的話 我認為就是台灣的一個大災難 因為這個部分如果一旦中國大陸納入MSCI的 在6月10號就形成的話 我看台北股市的量能可能還會可能有機會萎縮到500億以下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納入那對台灣絕對是一個負面的 這個部分投資面可以特別留意 那當然今年應該機會不大 可是回頭來講到入股未來的一個走勢 我個人認為震盪走高的格局它並沒有改變 因為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它五日均線都沒有下彎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是說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這個熱潮 各位你老一輩的這個 這個面對台股投資人 老一輩的實戶中實戶都會了解到 這個已經燒燙的這個熱燥 你必須要用三盆水才有辦法澆息 各位你如果有空的話 現在去中國大陸 因為上陣嘛 上陣在上海這個地方 你去上海 上海那個走一走 你可以知道那邊瘋狂的一個程度 那當然在這種瘋狂的程度之下 極有可能有泡沫的一個產生 可是到目前為止 第一盆水還沒有下來 那我們說是三盆水才有辦法澆息 那連第一盆水都還沒有下來 所以說我們知道 當地有很多人也準備用容卷的方式 等待一旦泡沫形成就做放空的動作 可是到目前為止 準備歸準備到目前為止 整體上面的股市仍然是非常的熱 成交量大 那絕對是一個景峻 但是呢 三盆水 第一盆水還沒有下來 那麼指數我認為都還有過高的機會 非常非常之沉悶的